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定一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了解起来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三支战队经过了激烈的比拼 最终我们有三名选手离开了最想大脑的舞台 目前我们场上只剩下两支战队 他们分别是楼云浩战队 好 另外一支战队是黄敏锐战队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往往相对 今天看谁先回家洗洗水 今天比赛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来请教几位嘉宾 桃子 我觉得今天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因为两个战队了 所以这个针对性非常的强 两队的队长呢拿着一手好牌 要怎么打这个战略还是很重要 我看到这个楼云浩战队 我就想 哇 三张S牌 这太好看了呀 包括了云浩队长没话说 还有喜悦金浩 那另外呢 像茂林跟小小一直是稳定发展 然后他们有一个 历经千锤百炼的神奇boy洋溢 这副好牌 我要看看楼云浩怎么打 王炸呀 你们队 加油 被桃子先买了一口 我们这边有三个王 我们才是王炸吧 我觉得楼云浩战队是群星璀璨 黄明睿战队是惊喜不断 我非常看好黄明睿这个战队 因为别看黄明睿这个战队里 只有明睿一位是在S席位上的 但是欣然也曾经短暂地 在S席上待过一段时间 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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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欣然 然后包括雨萱 雨萱上一场也有很大的惊喜 她上一场战胜了金浩 所以我这一场也非常期待雨萱的表现 王伯涛我觉得今天晚上 有可能是最大的惊喜 因为王伯涛其实还选的时候 是前五名 他一直的表现都让大家感觉 好像伯涛还没有展示出 自己真正的实力 完了 被发现了 所以到最后黄明睿选择他 一定是在私底下非常了解他 知道他一定有大招 一定有惊喜 是 因为他除了脑力很厉害之外 他还会唱Rap 哦 哦 来吧 来吧 嘿 嘿 波涛你在那里 跟我一起来 嘿 跟着节奏 Yeah let's go 刘伟老师 你真的非常帅 但是为什么我的脉好像没有开 他开了 那我就要表达对你的爱 今天我们一起走上这个舞台 Yeah yeah 我期待你的比赛 希望你一定要跳出来 好 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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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隔壁的那个乐队 就干脆不要开拍了 你们两个要不要过去 我就在旁边录影 可以 可以 接下来我特别特别地 要问战队赛的发起人亭峰 接下来这两个队你怎么看 真的没想到两位未成年的 一个15一个16的队长 可以带队这么成功 他们的执行力现在简直是像 企业里面的CEO的执行力 好厉害 一边是稳重型 一边是硬变型 所以今天也非常期待 好 战队度威赛第三场 现在开始 好 前两场比赛 两支战队我想都共同地经历了 我们所说的阿克 刘斯之种 以及普罗米 修士之火 两场非常激烈的压力的挑战 那么今天作为战队突围赛的决胜场 我想问一下优教授这么多的压力 你怎么看 我想先告诉各位选手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呢 这一场我们没有特定的X因素队员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X因素队员 我的天哪 这是好消息吗 这什么好消息吗 这一场两支战队要采用六人接力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六人接力 六人接力 刚恐怖了 只要有一个人掉棒 那么赢的难度就大了很多 前两场的团队赛 我们第一场呢 是淘汰了弱点比较明显的战队 那第二场的团队赛呢 我们又筛选出了拥有最强者的战队 现在场上剩下的两支战队 都可以直接成为中国战队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国际赛 采用的是48小时 骇客马拉松 这样一种极限考验的形式 所以还需要各队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 接力赛就是考验团队稳定性的最佳方式 可能大家听到压力赛会觉得都已经玩过 已经试过 也没什么了不起 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 如果要用一道菜来去具体形容它 就好像当你看到一道水煮牛肉 你会觉得就是肉片放在汤里 没什么大不了 一直到它上菜之前 你把沸腾的油在那个花椒麻椒淋上去 看到它劈里啪啦的时候 你们才知道 是是是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选手要下油锅的意思 进行当劳舞台 尽管它不是一个美食的节目 但是脑力的表现 真的是让我们大饱什么 扣扣扣吗 压力已启动 接下来请烧脑侠公布烧脑规则 压力因素 达摩克里斯之剑 古希腊传说 达摩克里斯十分向往帝王的荣耀 国王便允许与其交换一天的身份 坐上王位后发现 一把利剑仅用一根马踪悬于王位之上 后市场用达摩克里斯之剑 形容权力背后 暗藏的危机 最强大脑将其转化为压力因素 两支战队进行六人接力赛决胜 接力过程中 任意一位选手作答错误 则战队当前累积用时翻倍 最终累积时间较短的一方获胜 在接力赛之前 双方将进行两轮全意赛比拼 胜方可指定败方部分队员 在接力赛中的站位 荣耀之路步步轻心 谁能让利剑永不坠落 战队突围在荣耀守卫一触即发 让弱者坐在后面 我们就可以指定 他们最强的人站第一个 最弱的人站最后一个 停风 听完了这样一个规则以后 你的想法 接力赛大家一听 就会想到一个策略是 应该是最后上的那一棒 压力是最大 所以在接力赛之前 我们也设计了两轮的 我们叫做全意赛 在那两轮的胜出的赢者 可以干预败者 事后在接力赛的排兵不振 自己只比白战白胜 你有多了解自己的团队 是一回事 但是你够不够了解你的对手 是另外一回事 对应该三个S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所有的压力都是跟现实生活中 我们见到的压力相匹配相吻合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团队的绩效模型 可以说是有两种 一种是线性的 一种是离散的 所谓线性的是说 整个队伍 每一个队员强的 就可以使得团队的绩效更强一点 强的可以捕弱的 这是一种线性的关系 对 咱们这一次使用的绩效模型是第二种 离散的 任何一位队员哪怕有一点点的错误 它都会导致整个团队的失败 要求每一位队员 他对团队都提供非常稳定的贡献 也是对稳定性的 最极致的挑战 刘教授 你怎么看 我们设置这样的赛制 是要剥夺你们在 比赛过程当中的安全感 因为前两场的比赛当中呢 不管你们面对多大的压力 事实上 这个排兵布阵的权力 始终是在每个战队自己手里的 也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命运 是有完全的掌控权的 如果是权益赛失败的队伍 他自己队伍命运的部分掌控权 就要交到对方手里了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团队稳定性 每个人心理抗压能力的 一个最好的考验 好 谢谢几位嘉宾的解读 我相信两支战队 对权益赛的重要性 已经了如指掌了 有请两支战队到现场 好 本场拳一赛为1V1对决 出战人选由双方自主决定 最终获胜的一方 可以指定败方任意一位选手 在决胜接力赛中的位置 请两支战队前往备战区 请开启备战途道 这什么 怎么又是转啊 哇 真的 哇 这是 这是什么 哎 为什么只有他俩能转 有的能互掉 有的是转 有的是上下翻转 好恐怖啊 天啊 先看 先看维下 请烧脑侠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千丝万缕 团队突围赛 1V1PK千丝万缕 一个由肉干六边形格子组成的盘面中 杂乱分布着四种颜色的线条 选手需要理顺盘面 使每种颜色的线条 均可连接成完整的闭合回路 率先完成者获胜 哎 好玩 好玩是好玩 但我觉得能不能做出来是个问题 先练一下 那我先直接开始了 哇 优教授 这个是很考验眼力观察力是吗 这个项目呢 确实是对选手观察力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呢在整个不规则的盘面当中 是存在着四种不同颜色的线条 那这些线条呢又被打散 分布在多个六边形的格子里 然后每个六边形的格子 又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们看到呢 每一个六边形的格子里 是有一到三种颜色的零碎线段 就会产生呢 零到四个交叉点 而且这些缠绕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就需要选手去观察整个盘面 然后去排除干扰项 找到正确的连接方式 重新还原成四条不同颜色的闭合曲线 我们还设计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功能格 首先呢是这一种 没有特别标识的六边形的格子 这种格子两两之间是可以互换位置的 第二种呢 六边形格子里边有一圈箭头的 它就是可以旋转 对 但是不能移动位置 第三种是格里面上下有两条横线的 这种格子呢是可以上下翻转 但是也不能调换位置 也不能移动 最后一种是圆形的格子 这种格子里面线条的颜色 是可以在四种颜色之间变化的 但是呢它也不能够调换位置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个移动不了的 只能旋转的图一 它为基准去扩展 因为它一定那个位置是对的 你这个六维能力真的增加了 是不是 腿力能力强了 这是很好的策略 我好开心 我去比赛了 你可以下去 所以刘维我觉得 你也是很会 从方法上去解题的 因为那个约束块 就很可能是切入点 我们看看到了他们做法 我也很想看一看 我们猜一下 最后他们会派谁出去 黄明睿战队 还是明睿吧 不一定啊我觉得 明睿她自己都没练习 明睿她没笑场 所以我觉得宇轩还是有希望 可以代表他们队出战的 如果这边是赵金浩出 这边是王宇轩出 那么他们是再次见面 我觉得一定是赵金浩 你们不要忽略那个茂林 茂林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以上是原辅导在线教育讲解时间 原辅导在线教育 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 我做出来一题了 我也做出来了 我们交流一下信息点 你是看哪里看出来的 最主要就是那个圆和那个翻转的 主要翻转的很关键 我明白 我是看这个翻转是一点 但还有一个信息点在左下角 这个地方红和黄是绕成一个点的 全图只有这么一种 我觉得我们俩都可以上 如果这样吧 是的 是吃的 你要觉得没问题就你上了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 总觉得有点 和王雨萱再打一场 和王雨萱再打一场 对 和王雨萱再打一场 我们猜测另一支队伍 可能会派出王雨萱 而王雨萱在之前的比赛中 在一位一的这种类似的小线目上 就从来没有失过手 那要不换我上也行 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你自己备战一下吧 我和王雨萱二神一把的 王雨萱你要不要来做一下 那我们俩咱俩来做一下吧 救命大神们能帮我看一眼 我这个黄也不上了 我就总觉得它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能这样连出寸 然后这个地方就空了 还真是 太棒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先讲一首吧 然后讲一首 然后立马你们在这边投入实战座 就看我们方法有没有用 赵金浩他们各自为战 然后他们这边是聚在了一起 用一台机器做 真的这两支战队 现在备战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明锐他们这队 一直在讨论的话 事实上他就少了动手锻炼的时间了 备战时间到 请选手进入挑战区 现在我们大家都好奇 你们到底会派哪一位 帅先出战 两队 帅先出战的队员是 三 二 一 出列 我 王炸 我们当时非常激动 等了八七了 这两个人终于打上了 竟然没有和王雨萱再打一场 其实有一些小失落 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也是相信 黄明锐是比王雨萱 在这个项目上会强一些的 要记得上一次在女娲补天的时候 明锐其实跟金浩对阵过 金浩正确率是百分百 而明锐呢是少做对一题而且有出错 王明锐你向来都充满着自信啊 第一场的比赛 胜率是 百分之七十 赵金浩回答 百分之八十 好 现在我们请暂时不参加PK的队员 到战队区就位 有请 王明锐加油啊 没有紧张 加油 金浩加油 加油 加油 帅先出战的两位队员 希望你们都能够赛出好的冲击 全一赛即将开战 请选手登上挑战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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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期节目所有的挑战项目呢 我们依然由南京市诗城公证处 公证员王敬 季晓东 进行全程的监督 请准备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他们都是 转 先转的 对 都是先转中间的那个可以转的 不能移动的 对 看到盘面中散布着四种不同颜色的线条 选手需要旋转挪移盘面当中的六边形格子 把四种不同颜色的零碎线段 按颜色拼接成四条闭合曲线 简单来说就像在玩拼图游戏 除了常规移动的六边形格子以外 我们还设置了三种特殊的功能格 功能格不能移动 只能通过旋转 反转 变色的方式 与相邻的线条连通 这个设计大大增加了答题的变数 对于选手的推理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日已经开始了 感觉赵金浩还在看 千丝万缕这个项目 我一开始并没有着急作答 而是观察了整个盘面 在脑海中构建了四条线路 大致的位置以及连接方式 她一眼看到绿黄了 绿黄的那个确定了直接 黄明日没看到吗 黄明日还没看到 可以转的那个 现在方向是不一样的 她们两个最后恢复出来的 目标图形 只有一个唯一解 这就说明 肯定有一个人是不对的 两个转的方向都不一样了 现在 你看到看出黄明日的进度了吗 她做得更慢啊 黄明日又在调整旋转功能 隔方向了 这个看上去对了 就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一定是这样的 明日我刚看到她黄线 下半部那里好像遭遇困难 在那个地方 得有一个黄蓝连着的 对 那个黄蓝就在那个 翻转阁上面 那个翻转阁上面 就是黄蓝连着的 但是她这样 那个蓝不对 没发现 她得找一个 感觉不大对啊 对 她现在好像是在搞蓝色的 目前看起来好像金浩的蓝线 已经有一点 对 这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金浩 快一点 快一点 是 现在金浩快一点 不错 她的拳局观好大哦 其实这么看还是赵金浩快一些 她每个拳那个还是移在那儿的 发现了 在我确定了左侧那个旋转快的方向之后 开始着重去拼黄色线 我认为拼黄色线 我认为拼黄色线 可能是比较的快的 明锐的黄色做得挺好 明锐很多黄都基本出来了 漂亮 对 只要做出来一个黄基本就闻啊 好像明锐快一点 因为她的黄线 完成的轻易更大 她黄线已经比较好了 所以她至少那些东西 她就知道是可以不动了 金浩 她的蓝色已经 对 她蓝色可以 她现在又在干嘛 现在好像金浩的蓝线 开始做调整 不对 赵金浩那个是不对的 完了 哎呀 不对 金浩真的卡住了 对啊 她没有动 卡住了 她应该看到什么时候发现了 金浩怎么回事 金浩 金浩 在比赛过程中 我是在下面的一个很小的位置 花了很多时间去判断 虽然说有几个固定的块 但是从这个固定的块 是有很多种推出来的可能的 所以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但明锐还有个蓝线没有连好 她先把那个蓝的搞出来 对 先把那个蓝的也搞了 对 先把那个蓝的也搞了 今天节目由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的圆福岛在线教育赞助播出 关注圆福岛微信公众号 报名小出全科特训班 听北京名师直播客 新用户专享49元 为什么不把蓝的拼完呢 为什么不把蓝的拼完呢 我好好去 这个蓝的真的是 快点把蓝的搞回来 蓝色可以了 当时我的蓝色环虽然是断开了 就是有两块没有还原 我的策略就是 把它每个环大致的融合 弄出来之后 直到我做到那一个区 如果我看了 那是蓝的 我就把它弄到蓝的那个地方去 它的橘色也差不多出来了 是 出来了 它基本上整个框架都出来了 对 明睿那边 明睿那边 还是明睿快一些 金浩加油 金浩还早呢 我觉得黄明睿已经快出来了 完了完了 我就完了 金浩他做错了 做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感觉 好 要崩溃了 有出来 有出来 比赛结束 黄明睿获胜 好 请两位到我身边来 谢谢 那么我想问一下金浩 金浩说的内容 他其实在策略上还是有一点点失误 是 他上一局六色弥盘 他也是在策略上稍微有点失误 所以呢 金浩还要在策略上要更慎重 还要更小心一点 好 这是薛教授的建议 来 佑教授 首先呢 我还是要恭喜明睿 其实刚才在这个观察间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了两队备战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说策略是不太一样的 那金浩这一队呢 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选手是各自研发 然后呢 再组合到一起 而这个明睿战队呢 大家围绕在明睿的周围 好像是在听明睿上课一样一起研发 那我当时是非常佩服明睿的这个领导能力和表达的能力 但是我看了比赛之后 我发现明睿自己上场的这个动手能力也是特别的强 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佩服 谢谢 佑教授 我想对金浩说一句话 你现在的失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的失败会点燃大家的战火 你的失败反倒会燃起大家接下来的比赛 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也是金浩的战略 你这样讲的让我想起来 说不定金浩是故意失败的 要点燃他队友的激情 说不定 我们对每次都是 意思 应该没关系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有结果了 不要影响两个战队的心情 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项目 而且第二个项目 获胜方会有怎样的权利呢 而且这个权益的获取 他所带来的效益不一定 比第一个项目所带来的效益弱哦 有请两支战队其他队员 在第一轮权益赛比赛结束之后 失败的战队陷入到一点被动了 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第二轮权益赛是两两对决 但本轮的权益与上一轮有所不同 本轮权益的胜方有权力指定 拜访出战队员在决胜接力赛当中的位置 亭峰 你最喜欢做的前菜是什么 今天的前菜可以用拉子鸡来形容吧 哇 拉子鸡啊 一下就开胃对吧 对 好 再问亭峰 接下来这一盘菜会将是什么 蚂蚁上树 蚂蚁上树 到底谁能够上到树顶呢 我们待会儿拭目以待 接下来请两支战队前往备战区备战 请开启备战通道 这个 这不是鲁班立方加金字塔吗 哇 哇 好好玩 我天 下棋 这是不是要下棋 这太多了 块太多了 大多数都是四块 然后偶尔有三块 研究一下 我们组的是它整个小方块的数 应该是双方配合的一个东西 不然就没有双人的意义了 接下来请烧脑侠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战队突围赛2V2PK锁定高地 旅行队选手需依次将18个异形块放入盘面中 在放置过程中方块不可悬空 并要与本队已放置的异形块相连接 且不超出规定区域 请注意 在规定时间内 若要选手未放置 则是为放弃剩余一千块 新选手继续挑战 当两队选手均无法再放置方块时 比赛结束 顶视角快速击围本轮得分 挑战共两轮 总分高的队伍获胜 车怎么玩 原辅导在线教育 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 关注原辅导微信公众号 挑战最强大脑童话题目 现在根本就没有想法 对 现在没有什么想法 有人下过棋吗 我也觉得和下棋比较像 锁定高地这个项目很像是下下棋 或者下围棋 可能一两步就会决定之后很长范围的结果 而这种直接的争锋 在这一季的最强大脑的历史上 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项目就有点像棋牌类的对异游戏 但是它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一条条地结合动画来看 第一个规则就是 异形块与异形块之间 是不能出现悬空的情况 我们下面再看第二种 每位选手他放置的异形块 必须要跟自己之前放的同颜色的异形块 是要相连接的 就叫面和面的连接 对 那我们再看第三种错误的摆放方式 选手放的异形块 是不能有任何部分超出红色的这个区域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 每放置一块只有三十秒的思考时间 超时了 三十秒过了都没放的话 他就不能放了 这一轮他就结束了 所以他有脑力 他得自己计算那个时间 对 我们最后比赛判定胜负的标准就是 从顶视角往下看 哪一个块面积多谁就赢 理论上你可以为对手设计一些陷阱 如果你算好的大概会走那一步 但是你下一次已经没有那一块可以放的 那你就可以算前好几步 哦 这个是一个思路 秦峰说的很对 就是说你要记住对手放哪些块 那你就可以推断出他还剩哪些块 我们没有能力了 想不到那会儿了 两支战队请注意 接下来是原辅导名师讲解时间 大家好 我是原辅导高中数学老师 哈如雪毕业于北京大学 我是原辅导高中物理老师唐鹏 也毕业于北京大学 接下来由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道题 这个小项目呢有一个策略 不会需要你们有极强的工作记忆力作为支撑 因为规则设定中 双方是无法看到对方手中剩余的一心块的 如果你们希望掌握比赛中更多的主动权 就可以去记忆对方放逐过哪些一心块 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出对方剩余的一心块 在比赛的后期阶段呢 尤其是最后几步的时候 这样的策略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动画来讲解一下 现在呢双方只有最后一个一心块还没有放置 红方的一心块呢只能放在这个闪烁的区域内 蓝方的一心块呢可以放在现在屏幕闪烁的这个区域当中 如果蓝方的选手记忆了红方的一心块 那么蓝方就可以将一心块放置在围堵红方的位置上 就像这个动画里展示的一样 这样呢红方的一心块就无处安放了 我们先分享一下吧 分享一句话 抢二让它三但是我们不放三 ok吧 然后在某一块开始开始抢三局 那时候需要站着更让大的面 我的想法是抢二抢四 就是你有四能在中间梗住它 它就不能绕嘛 所以说你就有四的赶快把那个四锁了 就是你只要能放第四层 你就先把那个第四层的给放了 明白明白 然后那就越不过去 抢四明白明白 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呢 首先你是要抢占第二层 当你抢占第二层之后 对方被迫铺第三层 你就可以踩着三去压四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抢二 让对手三 但是我们不放三 我的策略是说就是 像这种三维的东西要先解决 简单的快不要太快就用 最重要是你后面不好放的那些 你会很难找到那个刚好的面积 哦 哇那这个要回家拿回去好好玩一下 哇已经选人了吗 他们已经开始 你打 你打 对我觉得王波涛可以上 王波涛很很优秀啊 王波涛就拿第一棒 然后迅速拿一个大分 然后让对面凉凉 凉凉凉 然后对面就真的凉凉 帽林这么厉害应该表现一次 小乔你觉得你可以上吗 我可以上 我可以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们可以决定我们 如果上的那个人会被安排 对我们两个也比较稳 对你们两个比较稳 如果我上 我这个也许做得好 但如果一旦发挥不好的话 下一轮很危险 如果他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但他们已经把我 估计要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备战时间到 请两支战队停止备战 有请选手登场 究竟两队会各派哪两位队员出战呢 请两个战队派出的第一轮队员 出列 两队派出的第一轮队员分别是 黄明睿战队的王伯涛 楼云昊战队的陈小乔 接下来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两队分别派出的第二轮出战的队员 本来我就可能会被他们队针对 那我安排到哪的话 也只是他们针对我的一个方案的实施而已 我觉得在哪也没有关系 桃子 桃子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完全出乎意料 一个很神秘的队员王茂林出列了 考虑到王茂林他在各个项目上都会更稳一些 我觉得下一个项目他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发挥的好 云昊的队伍因为上一次失利了 所以有点被动 他如果这一次再失利的话 犯错的成本就更高了 所以他可能会保留一点实力 其实我原来很担心我们设计的这一个赛制 他们根本就不考虑 他们只考虑说这个项目谁最强 我就派谁 但是现在我发现 他们还是考虑到了我们设置的这个赛制 所以他们派出这个阵容 我相信也是他们经过充分地考虑 一个非常理智的策略的选择 我想问一下两队 对这场比赛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身经百战的洋溢 非常相信小乔和茂林 因为茂林的话他非常的稳定 然后他之前发挥都很好 小乔的话 就说他经常压线过 但是他还没有失败过一次 欣然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炳浩的战队有一点留一手的感觉 而对于我们队来讲 我们没有想过这么多其他的 如果输了 被排兵布置怎么样 因为我们就是要有 哎呦 既然双方对自己的队伍呢 都非常的有信心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场全一赛 请其他的队员到战队区观战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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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全一赛的对双方非常重要 这将决定的胜方 到底如何安置决胜盘接力赛当中 拜方两位队员的具体排序位置 请第一轮出战的选手走上挑战位 好 四位选手当我说挑战开始的时候 你们要遵循以下的规则 本场全一赛共两轮 两轮先手战队将会交换 每轮每位选手有18块异形块 两位选手去交替将各自的18个异形块 按规则放入盘面中 如果为按规则放置 被视为无效快 每次放置时间为30秒 直至双方均不再放置 则本轮比赛结束 最终积分的方式是以双方 所占顶视角快速来计算 两轮总积分高的战队获胜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因为涉及到第一轮谁是先手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抛臂决定 在我手上有一块牌子 基调是蓝色的属于黄博涛 听明白了 好 红色的属于陈小乔先手 好 先手是蓝色 黄敏任战队 黄博涛 3 2 1 挑战开始 现在是蓝方先手 由蓝方王博涛开始摆放 计时开始 蓝方王博涛摆放有效 红方陈小乔摆放 先把一格四层的站上 握住 对 蓝方王博涛摆放 先把一格四层的站上 先把一格四层的站上 后方还打对击 对 蓝方王博涛摆放 摆放無效 放錯了 放錯了 本節目由全國累積用戶 突破4億的 原輔導在線教育贊助播出 感謝翠翔大腦獨家報名 通道原輔導在線教育 為節目提供選手 原輔導在線教育 全國累積用戶突破4億 上網課用原輔導APP 王伯濤此塊 未與同色相鄰 擺放無效 放錯了 對啊,錯了 他未與同色相鄰 這有可能是策略 他不會理解錯規則了吧 在這個項目當中 有三種錯誤的搭建方式 第一種呢 異形塊與異形塊之間 不可懸空 第二種呢 是必須與自己之前放置的 同顏色的異形塊相連接 第三種呢 所有的異形塊 必須放置在規定的區域內 選手要在這些 苛刻規則的限定下 不斷地根據當前的盤面 進行實時的推理 這樣才能保證順利的搭建 異形塊 這對選手的推理力 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紅方陳小喬擺放有效 藍方王伯濤擺放 藍方王伯濤擺放 藍方王伯濤擺放有效 紅方陳小喬擺放有效 藍方王伯濤擺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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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濤放這一塊 既自己拿到了第四層的位置 又遮蓋了小喬的一些那個面 他想阻斷他的路啊 现在我感觉小乔是处于劣势 因为大家一直集中的那一块 先抢分 同方陈小乔摆放 我一开始的策略是用最高的那一个 来占据一个高地 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我的领域 其实在一开始 这个策略执行得非常顺畅 但是在王伯涛完全堵住了 我右侧的路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像已经处于下风了 那个时候开始想其他的对策 如果小乔不再往旁边的地方扩充的话 那就会被王伯涛占有 对 就堵死了 红方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王伯涛摆放 全盖住了 之前应该想到的不能放这个 对 放这个就会摆开 其实现在开辟新区域是很重要的 黄伯涛他就会开拓新的区域了 他马上想到了 红方陈小乔摆放 红方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王伯涛摆放有效 红方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王伯涛摆放有效 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的策略 王伯涛是另起炉造型的 不断地开拓他自己的疆域 而小乔一直就是亦步亦驱行的 一直出于守势 被牵着鼻子走 稍等 我检查一下 全空了吗 有全空吗 因为你这个下面还有一格 红方陈小乔此块悬空 此块无效 不会吧 各有一块无效 由蓝方王伯涛继续摆放 红方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王伯涛摆放有效 他们现在只剩下三块了 小乔这一块放得不好 没有加分 他的机会不大了 蓝方王伯涛摆放有效 就平方一层就好了 但这时候如果你硬走 其实就是替别人做垫脚使用 宁愿不要走 我放弃做的 我放弃做的 我放弃 蓝方王伯涛继续摆放 所有一型块已放置结束 蓝方目前 领先十二块 王伯涛一位一真的好看 咱们战队选人永远都选得 特别在点上 这个问题很大 请裁判恢复盘面 接下来又要的展示 黄明睿的实力咯 黄明睿绝对没问题啊 真的 主持人盘面已清空 所有一型块已归位 好 我们请第二轮的选手 到挑战区就位 叉叉叉叉叉叉叉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的比拼了 最终总积分高的战队获胜 到底黄明睿战队能够巩固自己的胜计呢 还是楼银昊战队反败为胜呢 两位队员请做好准备 3 2 1 挑战开始 本轮红方先手 由红方王茂林开始摆放 王茂林显得好乖巧 红方王茂林摆放有效 蓝方黄明睿摆放 蓝方黄明睿摆放有效 全盖住了 已经想过怎么吃这个了 黄方王茂林摆放有效 哇 整盖住了 全盖住了 他是不是都计算到了 他会怎么弄呢 这一题他名字就要抢看高地 按照我和王茂涛 我们知道理论就是 他无论怎么摆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相同的 把他压上去 抢二 然后接下来再抢四 我放一块 他又放一块 黄明瑞的这种策略下 他就会一直占据高点 我就迫不得已 继续去开拓新的疆域 然后新的位置 就给他当了垫背 就我当时陷入了 这样的一个怪圈 这样他就给了我 一个很大的压迫感 去利用他那一块 那一块利用上 可能也到不了第四层 因为它只是第一层和第二层 蓝芳 黄明瑞摆放有效 这个好像又给人家搭了 又铺了一层路吗 茂林不要再铺路了 宝贝 蓝芳 黄明瑞摆放 我觉得王茂林 比较像在跟他合作 有可能第一块摆错了 后面都在给别人铺路 追上来了 黄明瑞是丝毫不给他机会的 黄明瑞这是每一块 都拿捏得死死的 他剩那两块了 红方 王茂林摆放有效 蓝方 黄明瑞摆放 王茂林还剩一块了 所有一型块已摆放完毕 过程方是王茂瑞战队 有请 可以 最后那个三压的真的舒服 舒服就一个惨了 我们恭喜 王茂瑞战队在第二个项目当中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呢 就获得了指定败方 本场出战的两位选手 在决胜接力赛当中的位置 我想问一下黄明瑞 其实我想你应该很了解 这个游戏的规则 请问这个游戏的先后手 是不是已经会决定 游戏的胜负的 其实我觉得先后手 它代表的可能是 攻方和守方类似这种 其实后手就是攻击方 先手就是防守方 就本身是都有可能获胜的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 如果我们是后手 对方先手 假如他放了第一层的 我们找一个 一模一样的叠上去 那样子第二层就是我们的 而且他难以从上层发展 对我们后面的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我们是先手的话 我们就放一个立体的 他如果想往上站的话 我们可以从旁边沿出来 就属于防守方 后面呢我们其实没那么多时间 再考虑了 我觉得我自己确实个人推理能力 确实是越来越强了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黄敏锐队会是惊喜连连 而且最重要我也把宝 压在了汪伯涛的身上 因为我觉得汪伯涛会给我们惊喜 所以说果不其然 汪伯涛这一轮 其实他是块数最多的一位 25个 所以我真的觉得 应该给王伯涛一点掌声 太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场上的战队区的队员 到舞台当中来 有请 太强了 云浩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预期吗 没想到 两轮都输得这么惨 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已经在考虑了 万一我们失利的话 接下来决胜的接力赛 会怎么样安排 会被对手安排 我们即将开启的是 决胜接力赛 两支战队 你们要注意的是 本轮的备战 你们不仅要备战项目 还要商定出 出战的顺序 特别是云浩战队的 出战的顺序 有三个队员是由 明锐战队所决定的 好 请两支战队 前往备战区 请烧脑侠 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战队突围赛 血战到底 八成八爬面中 含有六十四个数字 在连连看的规则下 相同的两个数字 点击后消失 不同的两个数字 则分别处以最大公约数 若伤为一则消失 否则保留 将所有数字 尽数消除 则未成功 为全部消除 则作答失败 每队六位选手 依次接力作答 若选手答题失败 则立即将总用试翻倍 该选手继续作答 直至完成 六名选手 全部作答完毕后 队伍总用试短折获胜 还行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还行 先每个人练把 然后再交流技术 这是什么呀 他们的因数里面 找一个最大的共同的 然后把它除掉 这么恶心啊 数学啊是啊 我先实践一把 再继续想理论吧 对 我觉得需要实践一下 这道题呢 确实主要考验的是 选手的计算力 因为每一个盘面呢 它有六十四个数字 选手呢 需要在脑海当中 计算每个数字 和跟它有公约关系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动画再详细地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盘面当中呢 九和二十一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三 那它们两个相连之后 我们都除以三 就剩下一个三和一个七 但是这只是 其中的一组关系 整个盘面当中呢 这样的组合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六十这个数字 那我们把它如果拆分开来 是有很多种拆分形式的 所以相当于消除了六十之后 就有可能得到十个新的数字 那选手在看到六十这个数字的时候 它脑海当中就要反映出这十个数字 难度还不止这些 因为它不是随便两个数字都可以消的 我们是要求这两个数字 只能用三条或者是更少的直线连在一起的 才能消 比如说这个五十和八十五是有公约数的 但是它们两个连起来是要四条线段的 这就不符合我们的规则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盘面上 五十和八十五是不能消除的 规划路线很重要 但是呢消除的次序也很重要 如果你次序不对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最后有些数字是无法消除的 那就作答失败了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盘面上 这两个七和四十九是都有公约关系的 那你要先消哪个呢 假如说我先把两个七消掉 那四十九就消不了了 因为这里面没有跟它有公约关系的数字了 所以呢 你必须得先把这个四十九和其中一个七先消掉 然后再去消剩下的 我说实话跟老师们聊天 我真的觉得我在上那个原辅导的网课APP 因为毕竟原辅导网课APP里面都是清华北大的老师 解这题还是挺慢的我觉得 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样子 这个题的大概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游戏开始的时候 横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点一遍 竖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点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用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去把场上整出一些空地来 然后是的 这个很有道理 第一个量点过来会不会有风险啊 在我目前来说还没有用错的地方 在这件事结束之后 把二三五七这些平方数提取出来 这些数要怎么处理 这些数只要它能向一子必消 就你的意思是四十九如果有七 就一定可七消 这是一定不会让你误解的 只要场上不剩平方了就没事了 对 赵金浩在这个项目上简直是王者 他可以一下子就能找到一堆的思路 并且他把这些思路都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再来一次我又死了一次 我第二道题已经重置第二次了 我觉得就是十三以上的质数和大平方数 如果在中间的话就先把它消掉 因为先销中间的话就可以把中间全部给打开 先销边上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我要开中间但是小数不要用 然后把二三五七这些大概留一留 它让他们消大的 对 有个问题是你们只要连连看死局吗 叉是吗 对 叉叉 那也会死 我们要关注一下有没有这种东西 在这种质数连连看里 死局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填字格 然后对角是二和二和三和三 这样的话你谁也连不到谁 你也死掉了 他们主用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策略 对 两支战队请注意 备战时间剩余五分钟 请你们商议后决定出战顺序 我的天 我们直接排吧 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队的顺序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对方肯定会把我们置于一个最不利的顺序 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排序意义没有那么的大 现在报一下大家的战绩 我目前重制一次 我没有重制过九分和五分 你收尾 你第六棒 我第二题重制一次 三四次 我第二题重制了好多次还没有做出来 老魏你呢 你是怎么样来着 我第一题重制三次第二题没有 现在我们先大概排一下 你最后一棒 我最后一棒 我倒数第二棒 王兴尔倒数第三棒 我尽量往前 要不这样王宇轩做第一棒 王宇轩反映速快 邵宇轩做第二棒 魏正弘第三棒 目前这样排大家有意义吗 没有问题 黄明锐战队永远都是那个思考最多的战队 对 我们排一下对方了 这几个只是跟你说 质数绝对没有问题 对这俩 王茂林是必须要安排的 这两个是锁死的 就王茂林和陈小乔我们要调 好 我们去排一下 好 我们从算计的角度 听风 我就说让云浩那边有出场过 但是失败的两个放 后面其实对他们的压力是加很多倍的 小乔放最后 茂林 刚才还谁输过来的 还有金浩也是 所以金浩也可以再放后一点点 最硬的了 我不太理解一件事情 把弱的放在后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三个都是因为今天有出来打过 但是也是失败过 现在放后面是因为如果他们出错 那个时间会加倍 所以打的是一种心理的压力 对 看看他们跟我们排的一步一样 两支战队请注意 备战时间仅剩最后三十秒 怎么就这么快就开始了 我现在要难 我好虚 我感觉这是我最慌的一个项目 我也慌啊 备战时间到 请两支战队来到主竞技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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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们两队已经为接下来的决胜局 做好了准备 听风 如果说第一局是辣子鸡的话 第二局叫做蚂蚁上树 接下来这一盘菜是什么 接下来这一局六打六肯定是乱顿 乱顿 乱顿 好 好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决胜赛的两队的排屏步阵 根据我们上两个项目比赛的结果 黄明锐战队要做出柔云浩战队三位选手的排序决定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商量 云浩 此时此刻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被人宰的命运实在太惨 好 根据我们的规则呢黄明锐战队必须依次行使两轮的权益 首先你们用的是第一个权益卡 移动罗云浩战队的任一一名队员 我们将杨毅从二号位移到六号位 好 现在你可以使用权益卡二决定两位队员的排序 将王茂林从一号位移到六号位 将陈小乔从二号位移到六号位 这一局的比赛呢一荣不一定巨荣 但一损必然巨损 任何一个落后都会对队伍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位S都排在了前三棒 这意味着后面出错的话代价就会很高 所以呢你们要注意正确率比速度更重要 我想问一下小乔 以往的比赛当中你的推理力和计算力是不是强项 其实在以往的比赛中我的推理力和计算力并没有什么展示 并没有什么展示并不代表是弱项对吗 对 是 蒋老师他是家中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学 对呀 蒋林你在以往的比赛当中推理力和计算力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特别考察过这方面 但是我对自己的推理力和计算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王蒋林 2018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这个奖我也有 老以轩你一定要这样麻烦 没 第一集的时候剪辑了这一句话 这奖我也有啊 这有什么稀奇的 然后此时此刻我感觉这句话又很应景 没关系你的国家奖学金我也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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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浩听完了这样一个背景介绍以后 你是不是更自信了 哇 其实肯定这个题不会难到你们 但是如何发挥到百分之一百两百 那就看你们的心态 还是一鼓作气加油 好 两队 接下来的决胜赛就决定了 你们两支队伍的命运 到底这场比赛怒死谁手 请两支队伍走上 超将位 加油 所有选手请注意 本轮对战中 两支战队从各自的第一棒到第六棒 依次接力作答 选手间不能相互交流讨论 比赛过程中 若发现剩余盘面已无法完全消除 视为本次作答失败 选手需自行按下重置按钮 重新作答 全队累计比赛用时即刻翻倍 最后六题全部完成 且累计用时更短的战队获胜 所有选手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明白 明白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这 怎么为什么一直在往这边滑呀 这个项目首先它要考验一个速度 我们队伍有一个统一的策略 就是在一开始直接把每一行每一遍给点一遍 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些数字的中间给打开一些通路 这样我们可以从中间和边上同时开始解决问题 我怀疑他是用这个策略至少把中间相连的两个消掉了 血战到底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消除最大公约数的连连看游戏 选手面前8乘8的盘面内有64个数字 他们需要通过观察和心算用约分的方式来消除盘面内的数字 比如4和114这两个数 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2 当选手连接这两个数 这两个数被2整除 就会留下2和57 两个47的最大公约数就是47本身 连接他们约分之后就会剩下1 而数字1在盘面上会消失 选手用来连接数字的线段不能超过3条 一旦盘面内的全部数字被消除以后 下一名选手就将在全新的盘面上接力继续作答 最后用时短的队伍获胜 这个项目首先考察的是选手的计算力和观察力 很多数字约分以后会变成新的数字 选手要争分夺秒地找到再次约分的数字 这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计算过程 其次如果选手最后的盘面里出现了无法消除的数字 那么就会形成死局 整个队伍的比赛用时就会直接翻倍 所以选手一定要通盘考虑 注意数字之间的最优减 这对选手的计算力又是更大的挑战 他们策略是不一样的 楼云昊以速度为主 王宇轩还是以观察为主 在大脑的舞台上面有太多那种为了球快而放弃正确率最终输掉比赛的例子 所以我更希望让自己做题很稳 感觉楼云昊卡住了 云昊后面明显谨慎了很多 这个项目因为一旦出现最后无解的情况 那么整个时间就要翻倍 所以他要同时观察这个盘面 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无解的 那么要避开这样的情况 我修完了 做完了 黄明锐战队王宇轩作答完毕 邵宇轩接报 王宇轩是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楼云昊战队 楼云昊作答完毕 赵金浩接报 差不多两队的速度 看他们的策略都是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有可以接的自动会接 连续两个是可以消掉的就会自动消了 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容易做错的 走一步错了 他到最后有一些就去不掉 哇 赵金浩很快的 毕竟赵金浩是数学上面比较特长 这个项目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他的无解情况 他的无解情况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质数的平方或者更高次命 如果留到了最后 他自己就没有办法消掉了 比如像四十九这样的块 一定要分别与两次七进行相消 千万不能把四十九留到最后 另一种情况就是交叉填字格无解 如果最后只剩下四个格子 分别是二三三二这样形成一个填字格 也是没有办法消掉的 所以在处理这个项目的时候 一是不能把质数的平方留到最后 另一个就是 及时的观察盘面有没有类似于填字格的无解情况 如果有的话需要立即处理掉 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状况 右上角有一个连连看自带的交叉误解的情况 而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 我在他附近做了大量的计算 然后把其中一些可以约分的像 首先约分掉了 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耽误了时间 但是我可以保证知道其百分之百是可以做出来的 哇 哎呀 重置了 他重置的话实际是算double 所以他们现在是十五分了 对 对 许悦一上来很快 邵逸轩这次好像明显谨慎了很多 销得特别慢 我喜悦很快 张喜悦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快了 哇 三分零二秒 楼云昊战队张喜悦做大完毕 洋溢接棒 楼云昊的后面三棒要顶住压力 对 比赛中 楼云昊战队的前三位队员 领先于黄明瑞战队的队员完成比赛 事实上 楼云昊战队的前三位队员 正是黄明瑞战队用权益卡 智悦到前面去的 因为这三人都是S全层的选手 但是云昊战队的后三位选手 实力相对来讲是偏弱的 所以这三人能不能顶住压力 才是对云昊战队真正的考验 洋溢其实相对也慢吗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求稳 我可以时间长 但是我一定要稳 我一定不能被罚识 邵雨萱这次应该OK了 黄明瑞战队邵雨萱做大完毕 魏仲恒结棒 我们心里其实是一点都不虚的 因为我们把3S放在最前面 他们就应该做的这么快 然后后面是一定要重置的 他们只要一重置就要罚识 罚的肯定比我们邵雨萱多 所以我当时也要不怕 哇 魏仲恒在很快 还挺快的 太快了 太快了 哇 我才用了2分57秒啊 黄明瑞战队魏仲恒做大完毕 王欣然接棒 居然都是第四棒 我当时紧张 非常紧张 怕不小心重置 因为这个代价真的太大了 压力大了 杨毅搞定 杨毅搞定 楼云号战队 杨毅做大完毕 王茂林接棒 欣然他想要求稳 不能再错了 现在如果再翻倍 已经好恐怖了 好 楼云号战队 王茂林做大完毕 陈小乔接棒 哇 哇 他们最后一棒哦 欣然加油咯 加油 黄明瑞战队 王欣然做大完毕 黄明瑞接棒 小乔那边就要稳 就必须要稳 这失误的话 他们队就前功尽弃了 我可能因为之前的失误 被他们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将陈小乔 从二号位到六号位 所以我承受的压力 非常非常非常大 但我就是希望 这个压力由我来承担 因为我对之前自己的表现 非常不满意 这个时候陈小乔的压力 得有多大呀 就是所有人心里都想说 他不能出错 不能出错 他能出错 黄明瑞战队 黄明瑞作答完毕 王柏涛接棒 小桥怎么不动了 是我们屏幕坏了吗 这个题目走一步错了 到后面就会错 我看到了64 2的六次方 因为需要与2销很多次 如果不好好规划 接下来的销除顺序 很容易造成盘面无解 所有人都等着他 他压力得多大 陈小桥做大完毕 龙云浩战队获胜 好痛啊 你好痛啊 可惜 好 有请两支战队到我身边来 好 我们祝贺楼云浩战队取得了本轮挑战的胜利 来 薛教授 云浩的队伍又一次绝处逢生 很重要的功劳是后面那三位队员他们顶住了压力 小桥 最后一棒做得非常漂亮 其实我想说 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前面积累了那么长时间的优势 让我可以用一个最稳妥的方式来做这个题 我们这场胜利绝对是我们策略制定上的成功 不是我们能力要胜过对方 我不想给小朋友压力 但是想问一下 萧宇轩你现在的感受是如何 我很自责 因为我误判了 然后重置了 我十二岁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 你已经可以在这里比赛 你已经好厉害 萧宇轩你别忘了 你是找到三星宝石的人 邵允轩获得三星宝石 用时四十六分三十二秒 所以你别忘了那一刻的荣耀 那个是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这么厉害的 对 根据比赛的规则 晋级的队伍是 柔云浩战队 请你们登上 战定区 根据比赛的规则 我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由于在决胜赛当中失利 黄明锐战队 整体团灭 我也知道 场上胜利的队伍和失利的队伍都期待着我下面的一句台词 现在我宣布 现在我宣布进入战队补强环节 本场获胜队伍的补强名额是 对自己留在这个舞台 想要说什么 从博涛开始说 我还可以力挽很多次狂来 黄明锐 如果留下来 那我会一直站到最后 我会继续努力 我想说 我是一个综合实力还可以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如果有可能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本来就应该已经离开这个舞台了 在上一次我失利的时候 很幸运地被黄明锐挑中 然后并且这两天我也玩得很开心 我对这个舞台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但是如果国际战队需要我的话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钟恒 我的旅程可以到这里结束了 我认为同为六边形战士 王博涛是我的上位替代 欢迎 宇轩 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强 他们更应该去国际战队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没有遗憾了 没有遗憾 接下来 楼韵号战队可以在黄明锐战队当中 选择两名选手进行战队补强 那么剩下来的四名选手就要告别这个舞台 太男生了 黄明锐 王雨萱 我理智上觉得 王雨萱厉厉害 但我请赶紧一下王欣远 黄波涛呢 黄波涛其实也挺厉害 接下来的三名选手 接下来楼云浩 你必须做出你们队的选择 你做出的第一位选择是 黄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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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你做出的第二个选择会是 你做出这个选择就意味着 其他剩下来的队员要告别这个舞台 三 二 一 王雨萱 王雨萱 雨萱 选择了你 你有什么话 这是我第二次被选 第一次被选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我被选我就觉得很难过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 比我更适合进入国际战队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已经被选了 那我会带着你们的希望 一起进入中国战队 黄蕊 其实我觉得选我可能是因为 我作为队长 然后出场的次数多 可能展现机会多 其实我最了解我们这几个队员 他们每一个比我差 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 就前面几个项目 我没有让他们上 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stage 风肉 比赛的规则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四位选手 要离开这个舞台 雨萱 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希望黄美瑞和王雨萱 能代表我们队 进入国际战队 为中国争光 第一期录制的时候 我在那个幕部那个位置 认识了王八汤 然后我们一直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一起从第一期 打到第八期 我们两个一直坐在一起 一直打每一个项目 直到组队长将我们分开 后来又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开始和结束 对我来说 我已经满意了 好 欣然 首先我先恭喜我的学弟王雨萱 恭喜你 我跟雨萱从第一期线下测试 第二期 第三期一直走到了现在 它现在是北大的图苗 我其实到最后都觉得 如果说万一他们在我 跟雨萱之间抉择 我希望他们选走雨萱 然后最后的最后 其实我想向优师姐和敏锐道歉 我还是辜负了你们的希望 在这个清北之争的舞台上 我觉得我并没有给浙江大学丢脸 尽管我们在舞台上 不断地重复着清华和北大 甚至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名字 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舞台 只是对清华和北大敞开的 我们是对所有具有超高的 脑力的选手敞开的 这个舞台只有脑力高下的区别 我们永远向你们敞开怀抱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拥抱吗 我从来不说话 师姐 师姐对不起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很棒的知道吗 没事啊 没事啊 加油 谢谢 你最棒了 师姐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第八名已产生邵运轩 邵运轩过得三星宝石 第十七名 魏仲恒 用时九分三十八秒 黄明锐战队已完成作答 谁会糊涂 谁会糊涂 也是真 第二十名 王伯涛 第七名已产生王伯涛 黄明锐战队已产生王伯涛 王兴然 北京大学物理专业 排名第二的是 王兴然 王兴然 第一名 王兴然 都陪你渡过 王兴然 现在我们场上 只剩下一个战队 八名选手 尽管你们已经历经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下一步仍然是未知 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等待着楼云号战队 这八位选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大家好,我是王宇轩 看第七集节目之后呢 我很高兴 因为我看见微博上 终于有很多人夸我了 说王宇轩成长 王宇轩这个人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 具有团队责任感的 22岁的老男人了 我觉得其实比赛到这个阶段 每一个人其实身上都有团队责任 没有哪一个选手 愿意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然后让队友被淘汰 在我心目中 王宇轩战队就是最强战队 感谢原辅导在线教育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哪 这个真的看着眼花 大战一触 激发荣耀席位 会归属于谁 让你没有认输的时候 打开机器头条 一定是搜索最强战 你想再做个那个意思 我认为不仅是要晋级 还是要争这个第一的 太难了 第一个答案有了吗 不是不是 差一点 小桥会不会又是压线 没有想到这道题竟然把大家都担住 哇 敏锐这么快 打开微博参与自家的那话题讨论 进入选择能量战互动专区 为你喜欢的选手打高 祝他赢得节目惨大 感谢同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感谢微博开往 温某综艺 你可以打开新浪微博 网易娱乐 了解很多节目发续 打开环境网 中国网 界面新闻 扎卡一点资讯 是于成果娱乐 影视图条 巨淘 猫科娱乐 环太娱乐 小白娱乐 了解节目精彩内容 我相信 是于成果的猫弄 三门 外公地 其实早已被你自己订定了 三六零搜索 中国外面 天意视讯 对会经常的大力支持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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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